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总督邓平真来说 想做点好事 掌掌大清国的威风 煞煞洋人的锐气 严厉打击 吸尸鸦片和贩卖鸦片的人 结果主力重重 还没等怎么地呢 耗子动刀 窝里反 海关监督育坤 出面干预 把邓平真给气的 肺子都要炸了 正敢这时候 广州知府于宝村来了 你看这个于宝村 久在官场经验丰富 对梁广一带官场之中 那些内幕了如指掌 于宝村深知 海关监督和梁广总督之间 矛盾极其尖锐 他为了讨好两方 谁也不得罪 来到这儿劝邓平真 假装亲近 其实这个于宝村 也是在鸦片方面受益者 暗地之中 他也是支持鸦片走私 但嘴上呢 说的是冠冕堂皇 劝邓平真 大帅息怒 大帅息怒啊 呃 卑职呢 想尽一安 望求大帅恕罪啊 大帅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再不要固执己见了 你想 在十三行门前 处决罪犯 洋人能答应吗 一旦挑起战事 后果不堪设想啊 皇上圣名 虽然 小玉天下 禁止打烟 禁止吸尸鸦片 但是皇上可没有意识打仗啊 要因为这个事打起仗来 倘若皇上怪罪下来 大人 您能担待得起吗 唉 那依你之间呢 我看这么办 这两个罪犯呢 先别处决 押到广州知府大牢里头 拼后钦差处置 我听说不久钦差大臣就来了 看他什么意思 您就听他的 没错 邓庭真一想也对 那就好吧 就这么接受了余保存的建议 把两名烟饭子 暂时压起来 没做处理 一场风波 就这样平息了 而且他们不说 咱话分两头 单说那个谢二宝 前文书三说了 谢二宝在十三行门前 暴打不平 救了一个中年的汉子 官府的人要抓他 结果被老百姓掩护着 他们安全脱险 上哪去了 被救那小伙 拉着他的手 一直到了江边 看了看大江边上 全都是渔船 到了这个地方 还停住脚步 这人冲着二宝一抱拳 朋友 多谢你帮了我的大忙啊 要没有你帮忙 恐怕我这这早都坐了大牢了 我这根脑袋都保不住 二宝一乐 朋友 天下人管天下事 我无非是帮着你挡挡 堂堂而已 这算得了什么 不 不不不 当今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 真是见义勇为 这么办行不行 我撩表寸心 你到我家里坐一会儿 哪怕凉水温热了 你喝一口 我也算报答你的之欲之恩 二宝也是交朋友的人 一看这小伙子 挺讲义气 因此就点了头了 闹了半天 这小伙子哪来的家呀 家就是住在船上 当时在广州 福建 广西 很多渔民啊 没家 他们所谓的家就是船 跟陆地上的人呢 差不多少 你比如有钱的人 住点好房子 房间多点 那么打鱼的人呢 条件好的 那么有一只船 或者是三只五只船 条件不好的 一家祖孙三代 住在一条船上 这小伙子的环境 超出一般 家里头有五条船 而且呢 还买了一条新船 就把这二宝 让到新船上来 二宝长这么大呀 没到船上来过 瞅哪都新鲜 放眼一看呢 四面是大海 错 觉得这空气 都是甘甜的 觉得这玩意儿 有意思 到了船上一瞅 还分里外屋两间 外屋是个外间 里屋是客厅 正中央是桌子 周围是凳子和椅子 还挺宽敞 这小伙儿 让二宝坐下 这时候啊 跟进来几个渔民 跟那小伙儿说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样 嘿 好全没叫人逮住 要不是这个朋友 拔刀相助啊 我惨了 这么说话的时候 听见外面有人 弹嗽了一声 呃 有志 回来了 爹 我回来了 人影一晃 走进一个老头来 二宝赶紧站起来 一看这老头 哗 怎么那么大隔头啊 身高过炸 腰圆脾阔 挡炸腰粗 你说这老头是红光满面 奴眉把大眼睛一脸的水秀 两只眼睛好像两盏明灯 听那声音都在金属搬着回声 说明体脂太健壮了 老头拿着从哪儿打眼袋 换换又又进来 被救的那小伙赶紧攻身失礼 爹您放心吧我回来了 听说你看上点事 是没关系 咱的弟兄随时都赶到了 就这么的掩护着我们平安脱险了 不过是这朋友把我救了 要没这朋友 我那就惨不可言了 我小兄弟 来来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爹 弄着二宝蒙灯断相 也不知他们姓什么叫什么 二宝赶紧攻身失礼 大伯 我给您失礼了 小伙子免礼免礼 再过来我看看我看看 老头伸出大手 拉住二宝的手 仔细打量二宝 小伙子长得挺帅气 大伙看看 标准的美男子 大伙子 大伙全乐了 二宝脸也红了 您太过誉了 不不不不 老朽虽然没到十三行 听手下的伙计们都跟我介绍的情况 今天闹的大事 是吧 你还不知道我们是谁吗 不知道 好吧 咱们先弄明白 我来个自我介绍 我老汉是靠着水吃水呀 我是大鱼的 我姓林 我叫林怀一 他 一直背就那小伙 这是我大姑娘 姓王 叫王有志 王的哥 林老伯 我说完了 小兄弟 你贵姓高明 我姓谢 我叫二宝 我这是五名 还没有大名 好 既然你们到了我们船上 就说明咱们有缘呢 有志 方才说的 要没有你从中帮忙 他就惨了 我得感谢你啊 没胖子说的 今天我涉酒款待 无论如何 小兄弟 你得赏我这个脸 老婆 我还有事 到城里 我去投奔一个人 耽误了很长时间了 我打算跟您告个词 别别别 别 哎呀 二宝一看 这家人这么热情 没法拒绝 扁头答应 时间不大 多一瓢摆开 摆上了韭菜 老头用腌带一指 小伙伴 看见没 咱不像有钱的人家 七个爹子八个碗 咱是家常便饭 就是这些玩意儿 你可放量的吃 放量的喝 越喝多 越吃的多 我越痛快 请 请 还有几个人 在旁边坐陪 二宝都不认识 老头就问起来 小兄弟 你家住的城里呀 还是什么地方 住在乡县 三元里 什么 三元里 越说越近乎了 我老伴 谭秀梅 就是三元里的老家 去就去 把我老伴找来 时间不大 从外边 走进一个四十七八岁的中年妇女 这妇女进了屋之后 林怀玉用手一指 我老伴 遇上乡亲了 这小伙子就是三元里的人 他叫二宝姓谢 他老伴谭秀梅 看了看二宝 哦 哎呀 谢老忠是你什么人 那是我爹 哎呀 我跟你爹是老相识 我们都认得 二宝一听来 真是相信 越说越近乎 大伙是有说有笑 这王有志呢 就是被救的那小伙 挨着二宝 我说小兄弟 你刚才说投奔一个人 如果你不熟的话 你跟我打个招呼 我在这地面上 可以这么说吧 三街六市 每条胡同 我闭眼都能摸去 我派个人 陪着你怎么样 哎 行行行 我投奔这些人 其实我也不认识 他姓韩 叫韩赵庆 在座的人一听这个名 顿时都不言语 网友日益不能脑袋 我说小兄弟 你跟韩赵庆 还有关系 啊啊 他我们没有关系 这人我没见过 说本乡的 冯国栋冯的爷 给我介绍的 为了讨口饭吃 人家介绍我到 富将衙门当差 我不是去找他吗 正敢遇上这个热闹 所以耽误了时间 哦 小兄弟 能听哥哥的话吗 您说吧 最好 别去 别去啊 不是哥哥 挡着你这财路 你了解 韩赵庆 是个什么人吗 不清楚 都没见过 贪官 狗官 不是个人 他跟咱这种人 是两路啊 你要往那一去 就掉进了大壤缸 我小兄弟 你这么纯洁 你心地这么善良 就把你自己给毁了 用不了许久 你就能变成另外一个人 你那心从红的 慢慢就变成了黑的了 哦 有这么严重 嘿 因为你不了解官场的事 除了梁广总督 邓大人之外 剩下的多数都是狗官 他们的心都是黑的 王有志还想吗 深些说 林怀疑 这老头还是精见丰富 毕竟跟二宝初次相识 有些话不便公开的谈 狠狠瞪着他大姑爷一眼 王有志把半截话 你咽下去了 我来喝酒 喝酒 喝酒 二宝心里都琢磨着 怎么在座这帮人 对官场的人这么狠 是 我对官场的人也没好印象 这韩兆清 就至于那么坏吗 想打拼个清楚 但是你是初次见面 不便审问 就这么的坐了一会儿 林怀疑说话 我小兄呢 这样吧 你要是真为讨口饭吃 你能不能留到我们船上 我给你找条出路 我们现在缺少一个帐房先生 只要你识文认字 那就妥了 你当我们这这笔杆子 你愿意不 每月给你关五两银子 二宝进城 就是找口饭吃 像咱俩钱 给家里这环境改变改变 他没别的目的 听老头这么一说 自然是高兴 老婆 你要给我帮忙 我求之不得 说实在的 我还真念过几天书 不信 我给您打打算盘 我写几个字 您看看 行了 来来 都拿来 二宝天资聪明 小字写的挺帅 刷刷刷写了几个字 啪了啪一拨了算盘 船上的人全乐了 脱了 这回我们这遇上秀才了 你哪都憋去了 这是条新船 闺迷了 里屋里住 外屋会喝 你看怎么样 三言两语 把这事就定下了 二宝一琢磨 这帮人都听好 给印象太深了 那干脆我就哪都别去了 那在哪不是吃饭呢 就打消了投奔 韩复将的念头 把傍晚的时候 他们正在闲谈呢 突然舱门一开 走进一个大姑娘来 和这大姑娘 长得这个俊了 就别提了 弯弯的眼眉一对杏眼 鼻似玄胆 口似桃花 这姑娘一乐 两边还带着俩小酒坑 一条黑油区 这大辫子 搭了在背后 不知道来客人 门一开 乐着就进了屋 刚乐了半截 一看这坐着生人呢 姑娘这脸 噔就红了 要客人 转身要走 林怀仪 看着她一乐 回来 挺大的丫头 风碰边边的 你又跑哪儿野去了 没看见这有客人吗 来我给你介绍介绍 二宝就站起来了 姑娘 大大方方也走过来了 不过低着头 用眼睛 偷着看了二宝两眼 老头给介绍 这位姓谢 叫谢二宝 是我们新交的朋友 今后在船上 坐了咱的帐房先生 你要对谢先生 多加尊重 是 谢先生 您好 好 姑娘好 二宝 这是我的老丫头 叫美玉 名字好记 能记住美玉 就行了 这丫头 也随着我打鱼 我一天总忙 也没功夫教育 惯怀 一点礼貌都没有 往后咱们都是一家人 要多亲多近 二宝点头 这个美玉 一看乌有生人 也没说几句话 转身出去了 咱们书说简短 这一晚上的时间就过去了 到了第二天 二宝 二宝早早早的起来了 一揉眼 你看呢 日头都升起来了 他赶紧拉开舱门 到了船头 祸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日头 他在乡村 那块景山 也没看过海景 一瞬这日头比车轮子还大 哎呀 寺外雾照照的 风景如画 感觉他换了个环境 这心非常痛快 转身进舱 刚刚要梳洗 就听见岸边 有打斗的声音 谁呀 二宝龙目光 蹲下身子 往岸上看 因为他这个船呢 都靠着江边 有物挡着 看不太清 蹲下就能看清点 他一看呢 有十五六个大姑娘 在这练武 有的练队打 有的练单刀 有的练划枪 二宝本身的武艺 相当高潮 他一看练武 就把他迷住了 他心里还琢磨着 哎这渔民还懂得练武 啊 哎都是姑娘 还没男的 仔细看嘛 这些姑娘的功夫啊 一般 要说怎么精湛 看不到 但是练得都非常认真 唯独有一个姑娘 手拿双剑 她的功夫超出其他人 这对双剑 上下飞舞 寒光闪烁 一招一尸 都受过高人的传授 名人的指教 就把二宝给吸引住了 可这时呢 人家姑娘把双剑收入 交于单手 擦擦脸上的汗 一回头 正好看着二宝 二宝觉得挺摸不开 挺大小伙子在这 偷看人家练武 成何体统 刚要进舱 姑娘说话了 是谢先生吗 谢先生 请他江边来 跟我们在一起练武好吗 哦 认出来了 是林怀毅 林老头的老姑娘 美玉 昨天给他介绍了 哦 他像这美玉姑娘 这功夫不善呢 可是美玉呢 非得请他到岸上来 共同练武 二宝一琢磨 我是个男子汉大丈夫 羞羞大大的 难道赶不上女孩子吗 你咱请我 我就去呗 姑娘 等一等 我擦把脸就到 回了舱里 他擦了把脸 把衣服归整归整 顺着跳板上了岸 十几个大姑娘 把他给围住了 美玉给介绍 这是咱们新来的 帐房先生 姓谢叫二宝 你们就叫谢先生 这些姑娘们都说 谢先生 谢先生 哎 别别别 你们这么叫我呀 真是叫我无地自如 什么先生不先生 你们就叫我 二宝哥吧 好 二宝哥 二宝哥 美玉就问 我说 二宝哥 我听我姐夫说了 你好伸手 在十三行出事的时候 要没有你秉立相助 我姐夫就叫官府抓起来 回来我姐夫跟我们讲 你伸手交件 非同一般 我也非常羡慕 今天正好有机会 你能不能练一练 让我们开个眼 别别别 我这俩下子拿不出手去 反正粗拳笨脚 反正笨的 有把气力 这是真的 大伙鼓掌 非叫他练 后来二宝 一看没办法了 练了 往下一杀腰 啪 一个蹲步 往前一脉步 来了个虎步 双臂七腰 啪 啪 啪啪 啪啪 啪啪啪 练了一套大红拳 大红拳 宋太祖赵狂健留下的 三十六十 这些姑娘们都看得惊呆住了 没见过这么好的把势 后来二宝收招定士 气不长出 面不耕色 收招定士 收的是非常干净利落 这是一种绝活 啪啪啪 啪 完了 往那一蹲 这就看出绝招来了 这些姑娘们热烈给鼓掌 美玉也羡慕得不得了 二宝哥不 谢谢 哎 你叫我二宝哥 二宝哥 你练得真的好 我们照明可差多了 哎 你过誉了 我没说 我不会练 不过我喜欢这玩意儿 练的练的对身体有好处 你们忙着啊 我 我得回仓 我看看 有什么活 我得去看看 二宝说着 离开这些女孩 回仓 没想到登上船头 回头一看 美玉跟来了 美玉闪着两只美丽的眼睛 眼珠直拽哟 不知打什么点子 二宝一点防范都没有 哈腰刚要进仓 就见美玉用膀子一看 哎 使了一招叫靠山背 正好碰到 二宝的后背上 这二宝一个没留神 脚底下没根 你想想那船才有多大的力量 他们在船头上 就这一下 站不住身形 哎呀 叨叨叨叨叨叨 掉入江中 二宝会水嘛 要说不会还会点 要说会还不太会 冷不定这一进水 江水还挺凉 他一张嘴 就喝了那么两口 紧跟着他可玩了命了 手抛脚灯 像游的船上 就在这时候 就见这美玉使了个燕子 投井士 滑入江中 到了水下之后 施展分水踏水 乘风扑浪式 跟一条鱿鱼一样那么浑式 姑娘什么意思 那意思你得干在汉岸上 我不是你的对手 我的武功没有你高 但是在水里 我比你强的多的多 这才游过来强救 二宝 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